已经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的就是 这一次与王宇儿子包卓轩 一起在缅甸被抓的 还有两位中国公民 他们是唐志顺还有姓清贤 那么家属对他们的下落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心急 其中呢唐志顺的妻子高沈 与女儿在中国的十一长假期间 来到了美国旧金山旅游 他们从媒体报道 还有朋友的口中 得知了丈夫被抓的消息 也希望通过各方渠道 来了解唐志顺的最新消息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来到美国旧金节目现场的 就是唐志顺的妻子高沈女士 高女士您好 您好 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些媒体报道 说包卓轩已经回到了 内蒙古的外婆家 继续地被居家软禁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 您这里有收到任何有关于 唐志顺的最新消息吗 目前没有 是 我们知道高女士 您非常的担忧他的下落 那跟我们先谈一谈 从这个事件开始 您在十一假期的期间 来到美国旅游之前 知不知道唐志顺计划 要帮助包卓轩出逃呢 他有没有跟你提到相关的计划呢 没有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 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 稍后我们也会放出 这个唐志顺先生的照片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 跟我们谈谈您的丈夫唐志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据我了解 他是一位工程师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样的来着力 要来帮助王宇的家庭 还有他们的孩子呢 跟我们谈一谈 我的丈夫平时是一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 很仗义的一个人 是一个北京爷们吧 我们呢 本来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我在国内呢 是一个事业 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 我的丈夫唐志顺呢 在一个国有企业呢 是一个工程师 一般每个假期呢 我们都会去旅游 然后去过很多国家 像日本啊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我们呢 都有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 十年签证 就是可以多次 这个往返于美国啊 加拿大我们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旅游 然后 这个十一长假期间呢 本来我们是计划到美国来继续旅游的 欣赏这里的美丽风光 然后在9月30号晚上的时候呢 我丈夫呢 就通知我说 10月1号呢 我们叫了出租车 到首都机场去 然后到美国来旅游 然后10月1号上午呢 我和我的女儿呢 就暗期呢 登上了飞机 来到了美国 然后在美国期间呢 大概就是 10月 10月6号 对 10月6号 然后就是在美国嘛 经文我的丈夫呢 在美国 在那个不是 是在这个 缅甸 在缅甸 被十几个人抓走了 当时我就 懵了 就慌了 很无措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唐志顺在一开始 并没有告诉你们 你现在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 唐志顺当时把你跟孩子 送到美国来 就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呢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一般的假期 都要出来旅游 是 你刚刚也提到 我也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 跟以前一样的旅游嘛 然后带着孩子就来了 然后结果在这里面 听到了他的那个 被抓走了的这个消息 确实是心里头 很替他担心 我们知道 你的女儿今年八岁了 她知道父亲失踪的消息了吗 你现在有何打算呢 是要继续地停留在美国 还是打算回国 来追寻丈夫的下落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只能在这里 在这里 等候我的丈夫 因为 听朋友们说 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 也很紧张的 然后在发现 这个在听说 我丈夫在缅甸 这个被十几个人抓走以后 然后我往国内的 这个婆婆家打电话 然后问婆婆这个身体情况 还有这个 家里的情况 然后呢 婆婆呢 十分的这个 说话呢 十分的拘束 就是感觉 也是很害怕 很胆战心惊的那种感觉 然后 我说妈妈 那个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然后我妈妈就说 有警察到我家里去了 是 说是中国警察到我家里去了 然后态度很恶劣地 问我婆婆 质问我婆婆 他们到哪里去了 是 刚才是我们也 所以从这里就感觉到 我丈夫在缅甸被抓走了 以后 这个国内的这个 对我家里 对这个我亲人亲属的这种 这种 这种威胁是存在的 所以 如果我跟孩子现在 这种情况 所以 是 高女士 我们知道你的这个交集 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 刚刚你也听到了 我们驻北京的记者 东方 他今天特别询问了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莹 有关您先生 以及这个包卓轩 还有另外一位先生 性倾弦他们的下落 但是呢 华春莹的说法是 没听说 不了解 对于中国政府 到目前为止所做的 他们所做的回应 您的看法如何呢 您对于先生的情况 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中国政府 这样回答 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 作为一个公民 在这个境外 在这个缅甸 被这个十几个人抓走 他应该是关心 这个中国公民的 这个应该是 对这件事情负责任的 应该是去努力的 这个寻求 这个救助这些人 他说他不了解 不清楚 那他是一个 他所宣称的公正 公开民主的一个国家吗 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国民 在国外 被十几个人抓走 就不闻不问吗 他的公开公正民主 在哪里 连自己的国民 都保护不了 他在哪里 他还有什么资格 说那些话 是的 好的 谢谢您 高审女士 我们知道 您现在肯定是 非常的焦急 也很感谢您 抽空接受 美国之音的访问 我们也希望能够 尽快地听到 唐志顺平安的消息传出 我们也知道 在国际间 许多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 包括大社国际 现在都纷纷地呼吁 中国还有缅甸政府 要详细地来交代 这三位中国公民的下落 美国之音呢 也将持续地来 为您关注 有关于包卓宣 唐志顺还有